所以請陳彥幫我們來做解讀 一個是包含他執行庫長股非常有決心 另外一個是公司法的三讀通過以後 像這種董堅持股偏低的公司 未來有沒有機會 當然我們先來看一下曹信誠 大家很久沒有看到老曹了 大家可以說老曹跟陳泰銘都喜歡美女 我也是啦 他現在是榮譽董事長 我也喜歡美女 所以希望有一天我們也可以成為榮譽董事長 那實際上 這個曹信誠已經沉潛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最近又重新被拿出來討論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他其實收藏藝術 這十幾年 其實我不曉得該不會繼續解釋 他其實2006年就退休了 2006年就退休了 有趣的事情在2011年 他既然申請入籍新加坡 為什麼 就是為了核建案 為了核建案要去新加坡 那我們一直記得 他跟這個張忠謀之間的一種餘量情節 其實他曾經講過 他說張忠謀當時這個金元代工模式 根本就是偷他的想法 他真的這樣講 他說因為之前 他在聯電的時候 張忠謀是董事長 他是總經理 他就跟張忠謀說 我們應該可以走這種金元代工的模式這樣 但張忠謀說 他就沒有同意就對了 結果後來張忠謀不是自己出去創了這個台積電 結果做的模式就是他講的那個模式 所以他說根本就是偷他 兩個從此心結就上來了 但是張忠謀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但是他就退休了 但是在退休的這十幾年當中 他是不是真的什麼事都沒做 還是說他在背後運籌帷幄 不是真的閒雲野鶴班的生活 很有謀略 但是不可以講蕭雄 但是很有謀略 他對別人說蕭雄不太開心 但是蕭雄也有正面的意義 其實也有正面的意義 那他喜歡下圍棋 他喜歡看史書 他也很推崇這個彼得杜拉克 所以我們在想他的運籌帷幄 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實際上講到聯電 從股價來看的話 其實大家會說這是股董嗎 因為1988年的時候 他股價曾經最高188塊 好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股價我是用還原全息 還原全息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有曾經除全息 應該要反運回去對不對 結果如果你報了這麼多年 反應的結果還是大幅配錢 他沒有配息嗎 有耶 你看這幾年配的還不錯啊 0.5 0.4 0.5 0.6 0.7 可是我們的投資人 其實這麼多年來真的 我放了三個哭臉 就真的是很難過 真的報到變古董了 真的是變古董 不過沒關係 之前國際的股價也是長這樣 對 也是臥心長膽 有沒有機會 但你說有沒有可能臥心長膽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明樂提到了這兩個震撼帶 其實我要先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大陸的半導體的需求 佔現在全市場的份額是多少 就他的需求 百分之六十以上 結果我們就去統計發現說 他去年光進口 就是說這個金元進口的部分 是兩千六百多億的美金 扣掉這個出口 他有出口一些些 但是不多 扣掉出口以後的 這個金額既然比原油 比原油還高 所以這個市場這麼大 那我們要去哪裡佈局 是不是應該到中國大陸 果然聯電就往這個方向走 其實我覺得後面應該確實是 草新城在下指導期 而且他在大陸卡位的比台積電早 非常嚴重 好 誰在他下棋 誰在負責當棋子在走 也不對啦 應該是說誰幫他去扮演這個推手 他執行 洪家聰 這個人呢 他之前是聯電的財務長 我不曉得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說聯電 在整個運作上 一直有這個 曹新城的一個風格 對 就他在景氣好的時候 他會去擴張他的信用 然後擴張信用 他不是有很多錢嗎 景氣不好說 他就開始擴廠擴廠擴廠 所以他把這個財務桿桿 用得非常好 所以為什麼由這個財務長 升任來當董事長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核建 其實這幾年的營收 是不斷的在剷升 所以等於在大陸佔的地位 是不是逐步的攀升 我們上次說了嘛 他現在有富爸爸了 沒錯 那所以這一次的一個 這個A股上市 如果再加上 他買下這個日本的富士通 其實我們很好奇的是說 他有沒有可能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所以我們看這一次的 這個實施庫商股 為什麼不同 同樣實施庫商股期間 他全部買回來耶 全部買回來喔 而且重點是 我們看到內支是非常相挺 實施庫商股完畢以後 我們看到投信也好 自營商也好 就開始相挺 其實剛才明樂在講一個 我在想最近 因為大陸也在傳說 有人想要 有人想要入主他 入主這個聯電 那現在你看 他把整個半導體市場 做得這麼漂亮 這麼驚人 剛才我們也看到董建築股 有點偏低 我會把乾脆實施庫商股 趁這個機會 把股價整個做起來 未來你要買我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了 那實際上聯電有沒有 這個成功的條件 他目前全球排名第三 今年上半年 但是我們仔細 當然要追到台積電 我覺得是很困難 因為看金額就知道 但是我們看第二名 只有差一點點 格羅芳德 而且我們仔細看 今年他的年增率 上半年是6.4% 再一次這樣成長 其實就過關了 就超過了 就超越了 他就變第二 變全球第二 而且我們看一下 現在他股價進行比 才0.97 近幾個月的營收 是一直在成長 連法人都丟出來25塊 所以相當有機會 所以這個明德 買聯電 確實可能真的比買國具好 最近很多市場都在說 買國具這麼貴 我還不如買聯電 那接下來有一個族群 可能已經發動了 因為這個我們之前做過一個專題 我不是要神 現在在大陸的票房 持續的增加 現在已經引起了 這個中國大陸官方的一個注意 因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決定 這個中國大陸的進口 進口的抗癌藥 要零關稅 要壓低藥價 加上明天開始 是一連四天的生技展 所以生技股呢 是不是特別有機會 今天我們廣告再回來討論 歡迎回到五七金錢報 Kevin記得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 不是有跟大家介紹過 最近在大陸超夯的這部電影 我不是要神嗎 我還沒看 你看了沒 我們現在台灣也沒辦法看 真的很想看 因為在我們講完之後 這一部電影持續在大陸 造成非常狂熱的票房熱度 現在上一八天呢 已經有100億的票房 而且傳出的Netflix 也已經買了它的版權了 那由於在中國大陸 掀起非常多的輿論的討論 關於尤其是抗癌藥物的上漲 抗癌藥物的昂貴 李克強總理呢 在四月跟六月的國務院的常務會議 就說呢 決定要對進口抗癌藥實施零關稅 而且呢鼓勵創新藥進口 加快新藥的審批跟降價 那中國大陸的媒體最近呢 也做大篇幅的報導說 因為電影引發了熱議 所以呢 李克強總理又再度做出了批示 希望可以儘快落實 讓這個抗癌藥降價 還有保證供應的種種措施 對 我跟你講 我不是要幫中國大陸講話 說真的 人家雖然是共產國家 可是一部電影呢 馬上可以改變政策 效率很好 效率非常好 而且呢在這個宣示出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今天中國大陸 醫藥流通股相關的指標 包含了像是一新唐啊 西藏藥業等等 股價呢都應聲做了上漲的表態 所以請何董幫我們來做解讀 因為剛好台灣生技月 也要熱鬧的登場了 今天呢進一步次長 他在出席這個生技月的開幕儀式的時候 也有特別談到對於台灣的生技產業 也抱著高度的期待 希望未來呢台灣生技業的產值跟市值 都可以一起同步往上成長 你怎麼看呢 他兩個主軸呢 就講到一個就是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電影 我不是藥神 那個一個很重要叫做癌症用藥 一個癌症的新藥 另外一個呢叫做檢測 診斷的這個部分 也就精準醫療 你一定精準醫療 一定要檢測出來 才能對症下藥 或是現在最新的標靶藥呢 癌症用藥不是用吃的 直接打在那個癌細胞上面 對對對 現在最新的就是這樣 那中國大陸 我們剛剛看到他的動作呢 他其實在審批這個藥的時候 他是完全透明化 你上他的網站就可以知道 我現在是第一關 第二關 第三關 我排在地極 我綠色通道跑到地極 然後我什麼時候要開始去看你的臨床 全部都是公佈的 那現在他人家已經做這樣 我們台灣還沒有 沒有那麼黑箱就對了 透明度比較高 他曾經在去年把所有新藥的審批 所有全部推薦 你通常搬回去 我告訴你說 你如果中間有做假的 你再回來的時候 你就別想再過了 所以全部推薦 全部都收回去 那我們要升紀月之前 我們今天剛好 有一檔股票掛牌 哇好厲害 叫奈米衣材做人工晶體的 就是眼睛的人工晶體 他今天最高漲了89% 好厲害 每一個目瞪口呆 看到今天人家在殺了一些漲價了 他就上去了 超級厲害的 而且收盤也是漲了82% 將近83% 然後我們看到了 其實我們最近的新藥股在掛牌的時候 也有表現都不錯了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 我一天就直接80幾% 讓你看很開心 另外一種就是我慢慢的磨 為什麼像這樣兩個有不同 第一個 他股本是3億 所以他一天的 你所有的淨拍 我一天就消化完了 那這個像益達 他股本是8.8億 所以我淨拍的時候 張數比較多 我就要經過幾天 把你淨拍 淨拍的價格都比較低了 那把你磨磨磨磨完 砰就上去了 這個是做前列腺的 這個癌症的新藥 兩檔股票都是這樣噴起來 男生要吃的 對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他就反映出來是這樣 那再來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很重要的 講到新藥的時候 在美國 我們看到新藥股也一直在漲 那美國有一家生技的傳奇 叫做Illumina Illumina 他做的是什麼 基因定序 就是基因檢測 以前在基因檢測 大概要花五千塊美金 大概要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弄了半天才出來 就像那個球莉一樣 這個他檢查出來以後 我還是自己 自行解決好了 因為癌症大家都很清楚 癌症其實後天的部分 大概佔兩三成 其實主要是 遺傳 只要是基因 你基因生下來 就是註定你 你這輩子 這種 也不是註定 機率很高 我剛剛講的機率 註定那個機率 比別人高了幾十倍 有可能是這樣 那你看他做基因 做這個基因定序 他是龍頭 現在沒有人撼動他的地位 70% 那你看他的股價 從15年 漲了326倍 他做這個基因定序的機器 最最剛開始推出來 一台機器是一千萬美金 一千萬美金 對 但是他現在已經降到 這一次在這個 JP Morgan的這個 醫療健康大會的時候 他已經降到19900 就是2萬 他用基因檢測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可以用 以後 大家做基因檢測 只要100塊美金 他的目標 那所以這會創造 因為有一個人幫他研發出一個 很重要的基因檢測的晶片 CMOS的檢測晶片 就是這一家 我們大家都忘記他的存在 他現在掛牌 大概我們等一下看他的價位 叫做金相光 他幫他研發出 CMOS的基因檢測晶片 那這種晶片 用在那個2萬塊就可以了 其實用在那個1千萬也可以 用在另外兩型 一個五千跟六千的 大概九十幾萬 八十幾萬美金 都可以 但是重點的是 他是拋棄式的 用完就丟了 用完就丟了 所以那個量非常的大 毛利是變成耗材 那這個是金相光 你看他長成這樣 我們看金相光的獲利 這兩年來的獲利成長了1900% 就是19倍 從原來0.15% 1.98% 3.02% 那現在 這個什麼時候 才開始幫他研發出來 1月發表 6月量產 6月量產 現在幾月 7月 所以他未來的業績成長度 會在第三季 才準備開始要爆發 對 才準備要爆發 而且他要給他一筆錢 因為這個東西是他設計給他的 這個有NRE的這個部分 再來我們再往下再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部分 金相光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再看一下他的圖 金相光的一個部分 你看 他跟Ellumina的基因定序龍頭 開發出CMOS的檢測晶片 什麼時候量產 6月量產當然少少 對不對 那再來量就會更大 而且他把1000萬美金的機器 把他已經降到 所有都很普及的到2萬塊美金 所以這個量 未來的量會非常的恐怖 剛剛看到那個Ellumina 是漲了300多倍 你來看一下 在這裡 也就在這裡 他基本上來講 他這是重新掛牌的時候 第三天 所以他要複製的是我們剛剛 看到了那個模式要往上 往上來走了 所以這個位置非常的低 加上這個Ellumina的 這一個檢測晶片 所以你看到了他這個位階 是我們長線可以投資的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他未來上空的條件 好 老王怎麼看金相光 哇 合同講得非常大 也生機樂嘛 合同講得非常大 也生機樂嘛 那麼多了 所以這幾個字 是我們來講的 所以我們來講的 是這個位置 這就是個我們 那是我們 最新的要素的 是我們